从创纪录的距离上精确的命中了摩萨德的目标 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还真挺厉害的 大家好我是施涛 1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宣称 他们从远距离上发射弹道导弹 精确的命中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多个目标 其中有目标还是与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是相关的 从相关的报道来看 伊朗是从距离1250公里之外发射了法塔赫110系列的弹道导弹 并且命中了相关的目标 而1250公里实际上已经创下了人类目前为止弹道导弹实战攻击的距离的新记录 之前的记录是由著名的飞毛腿导弹所保持的 那么伊朗通过这次行动不仅是报了在苏莱曼尼将军去世四周年纪念上爆炸的血仇 那么还向外展现了一下自己的肌肉 从攻击的效果来看 伊朗这个弹道导弹它的命中精度那是相当之高 甚至达到了10米的级别 这样的一种命中精度如果没有末端制导的加入 这就说明伊朗的从情报获取能力到相关的弹道规划能力 再到导弹的性能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而如果伊朗是在攻击中加入了末端制导的成分 那也证明了伊朗的制导的方式那是相当的有效的 可以说伊朗通过这一次攻击走上了巴以冲突以来 一直没有走上了这个台面 那么之前伊朗是通过在背后支援 包括胡塞武装、叙利亚真主党等等反以势力 来与引军进行斗争 而这一次导弹袭击意味着伊朗已经直接坐上了牌桌 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技术来源其实还是相当复杂的 一方面伊朗是在两伊战争之中收获了 例如飞毛腿导弹等等相关的导弹技术 二方面一直以来都有传闻 伊朗与朝鲜在弹道导弹技术上是有相关的交流的 三方面伊朗与叙利亚等多个国家也在导弹技术上有所沟通 而四方面中国也曾经向伊朗出口过弹道导弹 我们当年就曾经把红旗二型防空导弹经过简单的改装 改成了这个传说中的B611型弹道导弹 那么出口的对象正是伊朗 那么伊朗可以说在吸取的重家导弹的技术精华之后 也研发出了自己一系列的弹道导弹的产品 比如说之前被胡塞武装投入到席船战中的 这个法塔赫系列弹道导弹就被认为是来源于伊朗 而它的相关的制导技术包括末端识别技术也是伊朗自己研发的 那么这一次在对摩萨的目标打击之中 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攻击精度攻击效能以及制导模式 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可以说是给人极大的惊喜 不过伊朗这一次走上牌桌也彻底的暴露出了自己在中东地区的野心 那么伊朗这一次不但通过弹道导弹打击了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境内的相关目标 还通过无人机打击了巴基斯坦境内的相关的目标 那么这已经遭到了包括伊拉克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正式的抗议 那么后续伊朗的加入是否会使中东的这一盘乱局变得更乱 那么是要我们继续观察的 但是伊朗也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对手再一次秀了肌肉 那么伊朗的导弹恐怕真的不好惹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同学区我交流 有感兴趣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